在竹马家里 我发现了一本小说 名字叫《球宠》 内容是我被竹马囚禁 灵魯到无力 我惊掉下巴 这难道是他的幻想 看着正在打游戏 一脸平静的他 我都是心里乱如狗 本文已更完 初看到此视频的小伙伴 爆美暴富爆桃花 人人见了人人夸 正文开始 某一天 我拿着手机 在翻找下载的学习资料 却发现 标注着学习的文件家里 莫名其妙多了个空白名的文的文件 出于好奇的心态 我点开了 结果发现 他竟然是一篇小黄文 因为第一页上 名簧簧簧写了两个大字 求宠 小字标注 求静 对 刺激 我不是变态 我只是好奇 嗯没错 我握着手机 微微偏过头 不动声色的观察身旁的少年 他窝在沙发上打游戏 此刻正全身贯注的盯着手机屏幕 似乎一丝注意力都没有分到我这里来 我微微放下心 又不动声色的摩得离他远了点 然后点开了下一页 一看震惊我全家 零表有些失神的望着天花板 恍惚间感觉 那散发着昏黄灯光的水晶灯在摇晃 仿佛永不知疲倦般 可他已没了力气 似是察觉到他的腿懒 男人看着他微微颤动的唇 长发般的重重咬上去 姜叔这个吻 凶狠的跟野兽死咬一般 仿佛要将人吞吃入腹 这个动作带动他手上的镣铐 也发出几声脆响 直到身下人开始止不住的站立 带着锁链的双手 都难耐地抵着他胸口 试图推开他 他才收敛许多 换成年龄年长的精准 他松开他红肿的唇 极尽温柔地 吻去他眼角的泪水 渺渺 他喃喃地换他的名字 抬手轻抚他通红的眼尾 眼里是病态的偏执 零秒紧咬着下唇 微红的眸子裹着潮气 银白的肩颈处不满红痕 一副被欺负狠了的样子 他这副模样 只有他才能看到 不仅是这副模样 他笑的样子 皱眉的样子 开心的样子 不开心的样子 从此以后 都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 他再也不必担心 他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大 再也不必害怕 他会把爱分给出他之外的任何人 他的眼里会只有他 终于终于 他亲吻他的眼睛 将脸深埋于他的颈窝 满脸阉足 你终于清静 只被我一人扰 开 开头就这么刺激 不错 如果不是我就叫林鸟的话 我第一次 在看小黄文时 露出了仿佛见了鬼的表情 许是我的脸色变化太过明显 红了又白 白了又轻 身旁人出声问了一句 你怎么了 我浑身僵硬的偏头看他 少年穿了一件暖白色的羊毛衫 显得他上显志气的白皙面容 轮廓柔软 细碗的头发 被他自己刚刚揉的一团糟 却反而透出些随心所欲的好看来 他游戏也不打了 盯着我看 那双眼 初看只觉得干净 澄澈 温暖 觉得此中有日月星辰 这般少年 让人一见欣喜 问题是 此人是我的青梅竹马 并且叫江叔 我默默按摩了手机屏幕 离谱 就离谱 这是谁搞的恶作剧 还是我出现的幻觉 还是我有影响证 江叔挑眉看着我 你看什么呢 月考成绩出来了 你考杂了 我宁愿用月考杂的稀烂 来换我刚刚是在做梦 我狠狠掐了下自己的手指 手指很疼 我也很绝望 他皱了皱眉 渺渺 听到这个称呼 又联想到刚刚看的内容 我直接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你别这么叫我 他似乎有些惊愕 你抽什么疯 我能说什么 我看到一篇主角名字 跟咱俩一毛一样的小黄文 你还在里面对我囚禁 对 马德 我感觉现在就很荒诞 很悲哀 很离谱 算了 独离谱不如重离谱 一个人怀疑人生 不如拉个人跟我一起怀疑人生 我深吸一口气 豁出去一般道 我 然后我恶然的发现 关于刚刚那篇文章的话 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觉得更荒诞 更悲哀更离谱了 我在那我了半天 最后说了一句 卧槽 江叔的表情更惊愕了 你到底怎么了 我颤抖着打开手机 惊悚的发现那篇小黄文消失了 我TM真出现幻觉了 江叔似乎也被我直接给整不会了 拧着眉看着我不知所措 将历许久 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我花忘交了 先回家了 等等你 我仿佛身后 有恶鬼索命一般跑得飞快 陶也似的离开了江叔家 神情恍惚的回去 走进自己的房间 我越发觉得迷幻 甚至觉得是不是自己有病 才意想出来的这一切 于是我再次打开手机 然后发现那篇小黄文又回来了 就TM离谱 我冲到客厅 冲坐在沙发上的父母大声喊道 爸 妈 我 果然没说出来 他们俩疑惑的把视线从电视移到我身上 怎么了 我撞邪了 我见鬼了 我可能得了什么绝症 我假笑道 没什么 我爱你们 回了房间 我躺倒在床上 深感疲惫 我肯定是突然得了什么大病 不然为什么我看这个世界这么不正常 这时候突然 冷静点 小姑娘 诸位来评评里 一个声音 有着很诡异音色的声音 在我经历了很诡异的事情后 突然在我脑海中诡异的出现 然后还他妈让我冷静点 笑死 谁能冷静得了 世界大哥 算我求你 你正常一点 我真的害怕 我期望着他能说出点什么来 然后那声音又不说话了 我TM 不带这么玩吧 紧接着我听那有人轻轻敲了两下门 开了门 是姜叔 我很是恐慌 也很是疲惫 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处处透着诡异 包括我眼前的姜叔 我尽力让自己显得很平静 开口问他怎么了 你问我怎么了 他看起来很不平静 语气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斑 你不应该解释解释 你怎么了吗 我道 抽风 他一时没说话 一双眼直指盯着我 目光中带着些叛秋 我和他对视了一会儿就不敢看他了 心乱如麻 只好坐到书桌前 装作刚刚正在看书的样子 盯着桌上的书 哦 我亲爱的伙伴 我深信你是无辜的 但是刚刚看了那种东西后 我一时无法面对你 所以你一定能够理解的对不对 对个鬼 我自己都无法理解 事实证明 他的确不可能理解 姜叔走到我身后 抽风 他似乎觉得我这个回答很好笑 行 那你要不要去医院 我刚开始的确是觉得 我可能得了什么精神类疾病的 那现在我觉得 去医院已经就不了我了 不用 已经不抽了 他看了我半晌 似是在确认着什么 随后凑到我耳边 我有些烦躁的揉揉脑袋 半晌说出来一句 这个名字太过寻常 今后请叫我尼古拉斯林秒 他沉默片刻 很是担心的看着我 你还是去医院吧 我真没事 我觉得我今天能做三套卷子 我尽量恢复平时的样子 我要写诗卷了 你不是还有战队赛要打吗 我拿出卷子来 正要去拿笔 这件姜叔直接从笔筒里 抽出一只来递给我 还正是我想拿的那只 我本来应该很自然的接过的 但我的指尖 还是很不争气的颤了下 姜叔看着我接过笔 执起身子向后退了退 林秒 你转过来 我有事要跟你说 我没动 只是说 什么事 他一时没有回答我的话 这搞得我很慌 正当我耐不住想转头时 突然感觉坐着的椅子 被人向后一拉 随后姜叔直接抓着椅背 将我连带椅子都掉了头 直直对着他 我人都快傻了 他微微俯身 双手撑着椅背边缘 这个姿势就像把我进步在怀里 这个认知让我浑身僵硬 他歪头瞧着我 你怕我 本来还行 但是他现在的行为 让我莫名连想到了之前的小黄文 我深吸几口气 才勉励轻声说 怎么可能 我一点也不 他又凑近几分 我直接失去说话能力 他吃笑一声 瞧你那傻样 随后他直起身子 收了目光 似是感慨一般说道 没想到 我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威慑力 如果是平时 我一定会发个白眼 并给他一个鄙视的目光 但现在 我只能将在椅子上安静如鸡 见着我跟见着鬼一样 说吧 你是不是背着我 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江叔抱着臂 居高临下的看着我 我顿时灵机一动 是你对不起我 他盯着我 似乎很是不解 我又哪里得罪你了 小黄文理 可惜我说不出来 明明 明明说好了 一起学习 结果我刚到你家 你就开始打游戏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 显得充满了委屈和控诉 我谨示过你的意见呀 他似乎更不解了 你不是毫不在意的 让我去打游戏吗 说不定心里还在 为能比我多学会气息呢 女人心还抵真 你懂不懂 表面上说着不在意 实际上内心有那么多期盼 那么多遗憾你知道吗 我内心的苦有谁能懂 江叔有些呆滞的眨眨眼 你经常这样心口不一吗 这个问题 你得自己思考 我强撑出最后一次正常 把他寝出了房间 江叔走后 我立刻祈祷 刚刚那个诡异的声音快出现 毕竟目前看来 那可能是一切诡异事件的源头 谢天谢地 没过一会儿 他就出现了 并且我好像还跟他建立了 一个交流的通路 你刚刚在手机上看到的一切 不是什么恶作剧 也不是你的幻觉 这是未来会发生的事实 我还是相信 我有想证吧 更能接受一些 不信你可以翻完那本书 你会发现他描述的 关于你14岁之前的事情 分毫不差 甚至连你身上有几颗痣都知道 我 我还是更能接受 我有想证 爱信不信 算了 你把手机里的文档 翻到47页 我犹豫了一下 打开手机 江叔看着他胸口上的那颗痣 觉得他在情欲的渗染下 似乎更红了 在白皙的肌肤衬托下 格外慈怒 他忍不住低头吻上去 我看了一眼 就颤抖着暗内了手机屏幕 那一声音又响起来 现在你信了吧 你胸口上有磕制 除了你和你父母别人 大概都不知道吧 我仍想挣扎 咦 一磕制而已 能说明什么 那你大可等上几年 我急于落泪 我才14岁 为什么会经历这种事 没 未成年人怎么能搞黄色 刚刚那段里 你已经24岁了 我还是不可置信 怎么会这样 我和姜叔可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 兄弟情变质 有什么好稀奇的 我还是怀疑人生 那也不至于变质成这样 他为什么 你自己不会看啊 我把那篇文给你 难道是让你找刺激的吗 我颤抖着问 你到底是谁 一个传话的 这不重要 我突然想起来 为什么我不能告诉敌人 我一个人承受不了这么多啊 让你一个人知道 已经很破例了 反正我该说的已经说了 未来都透露给你 问你要是还混成文理的那样子 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他似乎很不耐烦的样子 再次摊在了床上 不应该是这样的 认识这么多年了 我不是没想过姜叔可能喜欢我 但我是真的 一点也没想过 他竟然有病骄的潜质 这家伙成天笑得没心没肺 直男言论一大堆 跟着小太阳似的 就是个长得好看的沙雕 我根本不会想到 他会变成刚刚我在文中 所看到的那样可怕 偏执 不光是我 谁他妈能想到啊 但是刚刚的一切无意着实了 这大概就是真的 我觉得我需要冷静冷静 结果冷静的一晚上几乎没睡着 第二天 我顶着一双黑眼圈 成功收获了我爸妈惊奇的目光 你和姜叔吵架了 我昨晚上就看见他回去时 脸色不太好 吵架 吵架就好了 还有和好的可能 给我整个这 我得有多强的心理素质 才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我摇摇头 没 他们明显不信 有什么事说开就好了呀 小小年纪的能有什么大矛盾 你俩可是一起撵过床的交情 我表面很平静 内心很颤抖 人类的悲欢果然各不相同 其实 我做噩梦了 我装出一点憔悴 不 根本不用装 我 我昨天看到的鬼故事 里面有个人叫苗苗 这跟我的名听得太像了 我就忍不住联想 然后我晚上就梦见 有一只怪物在我身后追着我 不停的喊着我苗苗 要吃掉我 我渲然欲气 你们以后别叫我苗苗了 我有阴影了 听起来挺不靠谱的 但这已经是我想了一晚上的说辞 我尽力了 我爸妈倒是很容易就信了 到姜叔这 却好像没那么容易 他问了我三个问题 你是说你昨天在看鬼故事 那比鬼故事还鬼故事 走在上学的路上 我可能口他给我带的包子 十分确定地点点头 我长得很像那里面的鬼 不 你比鬼还可怕 并不像 只是我共情能力比较强 那个时候就感觉身临其境 看谁都像鬼 那你昨天怎么不说 昨天情况紧急 还没编好 看鬼故事被吓成这样 很丢人好吧 但后来想想 让你误会也不太好 他突然叫我一声 秒秒 我立刻僵住 平静的模样 几乎要破功 包子里的馅儿都差点被我挤出来 他挑了挑眉 这么神奇 你好像一副 觉得很好玩的样子 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 内幕 我还没开口 他又安慰般地对我笑笑 哦 行 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 你说不叫就不叫了 然后又欠揍地补一句 以后别做死 看什么鬼故事 自己吓着就算了 你还去吓别人 你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内幕 这世上最糟心的事 不过于我发现 昨天经历的一切都不是噩梦 并且 月考还考杂了 办公室里 数学老师拿着我的卷子 连连叹气 林鸟啊 你这次怎么回事啊 满分120 你怎么连100都没考到 我内心沉重 你看看隔壁般的姜叔 一拉挺熟的吧 还是一块长大的 怎么他就能考满分 我他妈内心更沉重了 孩子偏点科挺正常的 语文老师报说句话 林鸟语文就考挺好的 118呢 年级最高分 结果数学老师更来劲了 你听听 数学比语文能低十好几分 数学拉分可比语文严重多了 你这样中考是很吃亏的 语文老师不服了 数学提分还比语文容易呢 你家姜叔数学是厉害 那语文还不好呢 那作文写的我都不认知识 我 色色发抖且安静如鸡 结果明明是一场 数学老师对我的口头教育 最后却变成了 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的battle 并且我和姜叔的名字 还非常高频率的 一起出现在他们嘴中 这都是什么糟心事 毁灭吧 我累了 我错了 还有更糟心的是 那就是从弹箍式出来 就迎面撞见了姜叔 这个年纪的男孩子 大概都皮得很 说了不要在教学楼里 打的闹闹还不听 姜叔就是在跟同学 嬉闹的时候一个没注意 撞到了同样没注意的我 他眼睛手快的扶了我一把 你没事吧 我往后退了一步站稳 几乎是立刻甩开了他的手 他似乎僵了一下 完了 手快了 我能有什么事 我赶紧补救 你们挺火啊 敢在办公室门口打闹 要是刚刚出来的是老秦 那有事的可就是你们了 老秦是我们局部主任 凶得很 大部分人都怕他 姜叔说回手 跟个没事人一样笑道 那我还要感谢你 撞到我身上了 我回他 你搞清楚 是你撞到我好不好 我们像往常一样拌嘴 一切看着似乎没什么不同 可我明白 只是看着而已 未来都透露给你们 你要是还混成纹理的那个样子 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晚上睡觉前 我在脑海里一直想着这句话 说得好像我知道了 未来就一定能改变一样 我能做什么 连夜逃离这座城市 疏远他 离开他 彻底远离他 这样真的不会加速他的黑话 我躺在床上 心乱如麻 打开手机 尝试着看一下那篇文找找办法 看了没几行 我又不忍直视的观赏 还是过几天吧 过几天冷静点再看 我自暴自弃 要不是昨天一宿没睡 现在困得很 我估计就又失眠了 我极力克制着自己对江叔的疏远 极力伪装着平常的模样 却还是控制不住的 在某些时候 下意识地排斥他 逼着他 比如 在路上碰见他时 装作没看到 在上下学时找进各种理由 拒绝和他同房 下意识立刻摆脱他的触碰 江叔老是用你又出风的眼神看着我 随后变面色如常 好似并不是很在意 最多也就有点不习惯 甚至后来 我说什么 没有空约的人先走了 他都习以为常了 顶多一声便不在管 如果不是那件事 我还以为他真的不在意 这段时日 我一直心神不明 自然没怎么好好学习 所以理所当然的 下一次考试又考察了 一直以来积累的压力 仿佛瞬间爆发 放学后 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 一个人到河边去散心 我愁得不行 手机的铃声突然响得不停 我爸给我打了电话 随后江叔又给我打了电话 内容十分一致 都是问我怎么还没回家 我含糊说心情不好 找地方散散心 一会儿就回去 就毫不犹豫地挂了电话 并将手机设置静音 塞到书包里 然后我更愁了 看着情况似乎还没那么糟糕 离真正中考还有好几个月 书里所了解的囚禁也还未发生 一切都还来得及 可我这一个月似乎全用来逃避了 我甚至心想 自暴自弃算了 反正照我现在的成绩走势 可能都跟江叔考不到同一个高中 那是不是也算改变剧情了 这么一想 甚至觉得不是那么愁了呢 胡思乱想了一阵 我悲哀的发现 无论是和江叔渐行渐远 还是发展成书中那样 我都不会开心 这他妈不会是个死局吧 我是造了什么孽 这辈子要经历这种事 仇绪渐渐被悲愤所取代 我突然感觉口渴 拿出水杯喝了一口水 才发现水已经凉了 天空中太阳已经看不见了 只剩下些许余晖落在地角线上方 一阵寒风吹过 我这下才感觉到冷 江叔此时大概是坐在暖气房里 喝着热牛奶 舒舒服服的看着书 我甚至能想象出他一手拖着腮 一手翻着书的样子 很好 更愤懒了 瞬间觉得我学什么喜啊 直接去学武功 去练就一身绝世神功 江叔还想囚禁我 看我到时候不把他揍趴下 我越想越觉得满意 最后我觉得我简直是个人才 光凭自己的脑回路就挽救了自己的心情 正准备起身回家时 我听到一声零秒 我仿佛见了鬼一样 回过头 只见江叔站在我身后不远处 似乎是刚跑过来 说话间还有些轻喘 你 你冷静一点 我将头转过来 看着面前缠缠而至的河水 无语泥泥 他该不会以为我要跳河吧 我缓缓站起来 转过身对他说 我挺冷静的 在你出现之前 看到他本人 刚刚还在心里幻想如何把他揍趴下的 我还是很可耻的怂了 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江叔说的简洁 他服务呃 你忘了 你小时候不是走丢过一次 你爸妈为了这个 特地买了个有定位的手机给你 你不回家 你爸妈担心 所以我跑来找你 刚刚就是你爸在实时跟我共享的位置 我有罪 我不该带着偏见和恶意去揣夺江叔 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泪目 原来是这样了 我都快忘了这回事了 我赶紧解释 江叔提了却没有回话 片刻的寂静后 我忍不住开口 你在想什么 他似是终于回过神 答了一句 在想你怕不是个傻子 我知道他只是在调侃我 可我却没办法像之前一样和他伴嘴 什么挽救了自己的心情 果然是假的 有的东西心里暗示 做一遍又一遍也是控制不住的 就比如我现在面对江叔时 瞬间滋涨出来的恐慌和焦虑 我嗓音尖色的开口 你也看到我了 根本没什么事 你先回去吧 他仿佛没听清一般道 你说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 我说 我就是个傻子 你妈肯定不让你个傻子玩 你回去吧 离我远一点 你又抽什么疯 江叔抬手柔了柔没心 就算你真是个傻子 那也回自己家里犯傻去 我抿了下唇 我一会儿会自己回去的 我大老远跑过来 不是为了来看你在干什么 是要把你带回去 他直接抓住我的手腕 天都快黑透了 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行吗 他有些强硬的拽着我往前走 我看着他抓着我手腕的那只手 觉得越来越喘不过气来 最终没忍住 狠狠地甩开了他的手 别碰我 他停下了脚步 我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下 他没回头 江在那一动不动 看不见他的神情 天好像完全黑了 我竟然感觉更闯过气来了 半晌 为什么 前方传来江叔有些沙哑的声音 似乎在极力压抑着什么 可他钻紧了拳头也没能压抑住 他转过身来 眼尾心红 为什么我明明那么担心的来找你 你却冷着脸让我走 为什么我明明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却跟毙蛇蟹一样避着我 他深吸一口气 你不让我叫你秒秒 我不叫了 你说不想我老管着你 我管的也少了 我看出来你不想跟我一起上下学 也顺着你了 可为什么 你还是要用那种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他低吼着讲完这些控诉 红色与力气交织在一起 在他眼中翻涌 林苗 你告诉我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这一瞬间 他仿佛要和书里的江叔重合 我看着他 感觉猴头发紧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可最后 他就像突然泄了气一样 满身的力气消失不见 只剩下浓重的落寞与难过 他垂着眼低声道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告诉我好不好 他的语调小心翼翼的 就像想像角落里的流浪猫 被人欺负了 缩成一团 在喉间发出委屈的乌液 他这副模样 像是一记软拳砸在我心上 可我回答不了 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了 在这件事情上 我似乎变得格外软弱 我碰恨这种软弱 律师只会躲 躲不了 只会哭 我不停地在擦眼泪 但擦眼泪的速度 却怎么也比不上掉眼泪的速度 我想我现在的样子 一定是真的像极乐的傻子 一个有病的傻子 我好难过 我不愿意看到姜叔变成那样 我也不想看到我们之间变成那样 泪眼朦胧中 我看到姜叔狠狠将住 有些慌乱地看着我 我还没哭呢 你哭什么 他似乎是想朝我伸出手 却在要触碰到的那一瞬间 停住 收了回去 我哭得止不住 连话都快不会说了 只会一遍一遍地重复 对不起 他将着身子沉默着 最终 秒秒 他拉着我的一脚 递给我几张纸 林秒 别哭了 他垂着眼 从唇间发出一声轻叹 我不问了 我再也不问了 他做出了保证 哪怕自己承受着不明不白的委屈 哪怕自己的心被揉皱浸在苦水里 他还是选择了做出这样的保证 来成全我的轻松 可我没有如实重负 反而更难过了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撕扯着心房 那天我和姜叔一路沉默地回到家 并且十分默契地在家长面前 都装作很正常的样子 在那之后 我们谁也没提过那天晚上的事情 姜叔的表现一如往常 就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除了他不再特意等我一起上学和放学 来我家蹭饭的时候 在饭桌上不再跟我抢肉吃 不再邀请我去他家写作业 之外都挺正常的 好家伙 好家伙 这是在报复我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好吧我承认他报复到了 同样我也在思考 为什么我前几天使劲地不想跟人家接触 结果人家成全我了 我又不舒坦了 思考了一会儿我懂了 我有毛病 还有几个月就中考了 我的成绩却在下滑 我爸妈担心不已 一连好几天晚上 在我写作业的时候 跑进我房间里送温暖 要知道以前 他们俩鸟都不鸟我 我知道他们看出来 我心里有事 希望我能向他们倾诉 我也想倾诉啊 想不管不顾的 一股脑把我的交流都不安 我的恐慌全告诉他们 可是不行 于是我对他们说 你们骂我一顿吧 给我一点学习的动力 结果他们很忧愁地看着我 这孩子是不是学习学傻了 那我学习学傻吧 这样就不会想那些糟心事了 于是我让我爸妈 多报了很多补习班 把我的课约时间塞得满满的 不管是帅哥还是美女 你兵再久也不是你的 那些糟心事 你想再久也是糟心 但学习就不一样了 你学了 知识就是你的 学习使我充实 学习使我快乐 劳资要当学霸 成为一个莫得感情的学习机器 放了学 我熊啾啾气昂昂地 要冲去补习班 在校门口刚巧碰到姜叔 自从我有了高远的志向 再加上这几天 基本没怎么见到他 我的精神状态 倒是没之前那么紧绷了 我甚至还主动跟他打个招呼 他本来微低着头 走在我前面 听见我的声音后 抬头看我 这妖巧 我注意到他走的方向 并不是回家的方向 就问了一句 你这是要去哪 他挑眉 你不知道我要去哪 我应该知道 看着我一脸懵的样子 他笑了下 说道 就在昨天晚上 我本来开开心心地打着游戏 我妈就进来了 他十分贴心地 等我打完那局 然后冷酷无情地 收走了我的智能机 我不禁道 干得漂亮 他哼了一声 然后他对我进行了 足足半个小时的思想教育 十分钟用来谴责我天天打游戏 二十分钟用来夸你 嗨 谁不是呢 我爹八爷老是夸姜叔 这两家父母提起自己的娃 嫌弃得不行 提起对方的娃 却能夸出个花来 我和姜叔不止一次怀疑 他们当初是不是在医院 抱错了孩子 我不禁露出笑容 继续继续 你妈妈夸我什么了 姜叔笑道 忘了 真难为他 夸你还能夸二十分钟 我不跟狗男人计较 所以这跟你要去哪里有关系吗 她的笑容渐渐消失 我妈最后说 你自己要求上补习班 好刻苦好努力 我必须向你学习 说吧 她缓缓她的一口气 所以现在 你知道我要去哪了吗 不 我的笑容也渐渐消失 我和姜叔一起走到补习班 选座位的时候 她没有坐到我旁边 而是坐到了 我后面隔离排的位置 我不禁冒出了一连串问题 她为什么不坐我旁边 她还在生我气 后面的位置更好 我为什么明知道靠近她不自在 却还想跟她坐一起 算了 学习吧 还是学习吧 可上课的时候 我还是如坐针毡 大概是心理原因作祟 我总感觉姜叔在盯着我 好家伙 他还不如坐我旁边呢 坐在我后面 就算他不是特意盯着我 盯着黑板也能顺带盯着我 整个我绷直了 身子都不敢怎么动 这是什么人间疾苦 晚上我们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八点多 看着挺早 但实际上我们饭也没吃 作业也没写 第二天去上补习班的时候 姜叔跟我吐槽 四点半放学 补习班从五点到七点半 回家吃完饭就快八点半了 之后还要写那么多作业 第二天还得六点起床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虽然她说的很有道理 但我可是要成为大学霸的女人 这点小小的困难 怎么能办到我 于是我说道 我不当人 我要当学生 李淼 你好样的 她深深的看我一眼 似乎对我很是佩服 我这等凡夫俗子就不行了 我已经写了一份深刻的检讨给我妈 告诉她我不配向你去习 你要我再来 我就是狗 我的心情吧 挺复杂的 复杂中还有点不可置信 这玩意儿能当病交 病交的门槛现在都这么低了吗 说好的偏执呢 你连这种程度的学习都坚持不了三天 打住 冷静 这三明事件可喜可贺的事啊 未来的学神 再也没有人能阻碍你学习了 我应该热泪盈眶 姜叔走了 我终于可以安心学习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 我深深的觉得 姜叔说的对 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这样的想法一出来 我就在心里给了自己一巴掌 你清醒一点 难道他妈的被囚禁 每天被强迫 做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就是人过的日子了 好吧 虽然我有没有被囚禁 跟我学习好不好 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但我深深觉得 再这样学下去 我可能会凑死 根本活不到被囚禁的那天 于是在我的成绩 恢复到从前的水平后 我又决定做回人来 姜叔知道后很是不屑 我还指望你成为学神呢 结果就这 我面无表情道 确实中途放弃 不太好 要不我去跟你妈妈说 要是你陪着我 我还能再坚持 姜叔瞬间微笑道 能坚持这么多天 你已经很棒了 我和姜叔的关系 缓和了不少 可能是因为 我的内心变强大了 更主要的原因是 我深深觉得 姜叔过前为止 都是非常正常的 我实在想象不到 他为什么会并交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晚上睡觉前 我都在电脑前奋战 好几个晚上过去 我的浏览期记录里 好长一串 都是类似于并交 是怎样练成的人 为什么会并交 怎么把并交 变成一个正常人 这样的搜索历史 结果知识 没了解多少 小说倒是看了不少 从前看这类小说 我是嗨的不行 现在就是心情复杂 非常复杂 不过我倒是从中 也收获了不少 按我自己的理解 一个人并交 或者是性格极端的话 原因大概分为三类 一是受成长环境 比如原生家庭的影响 二是因为有什么 不同寻常的经历 例如受到重大打击 最后一种最少见 这人天生就是如此 姜叔的成长环境 可以说很是优越了 家境优渥 家庭和谐 邻居有爱 在学校也是顺通顺水 还有我这样善良可爱 能够忍受他十几年 还没跟他绝交的亲为竹马 至于天生的 就更不可能 至少到现在他很正常 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 他在之后经历了什么 那问题来了 他经历了什么 要搞清这个问题 貌似 好的 还是得看小黄文 我不禁说了一句 我靠 仅仅是看了个开头 我就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来治愈 还没治愈好 结果现在还得全看 要是我的内心再脆弱一点 我就要去跳楼了 在做了几天的思想见识后 终于在某一天的晚上 我在床边摆一瓶清热解毒的绿茶 一杯凉水 还摆上一瓶货香蒸汽水 以及在四月份 打开了空调来降温 我甚至连用来帮我缓解心情的鬼片 都准备好了 最后 我在大悲咒的背景音乐下 缓缓打开了那个文档 哎 我也不想搞这么大阵仗 我也想过走个洁净的 我怀着事实的心态 想把理念我们的名字 用小A和小B来替换 这样我看的冲击还小一点 结果 笑死 根本改不了 移不了 删不了 改不了 他喵得跟个鬼一样 我在心里默念着24字核心价值观 怀着一种悲怆的心态开始了翻阅 我尽量跳过那些不可描述的部分 把做阅读理解的心态摆上来 全身贯注去寻找有用的信息 结果 不愧是小黄文 那次回忆杀 已经能体现有用信息的心理描写什么的 全都缠在不可描述部分里 看着看着我就觉得血压飙升 直呼卧槽 不忍直视 绿茶和水都被我喝完了 我差点神志不清的 要把货香正气水往嘴里挂了 看着瓶身上正气两个大字 我欲哭无泪 直到 直到我看到上面说 姜叔在15岁那年 失去了双亲 我瞬间觉得浑身的热意进退 心被狠狠揪了一下 从头到脚都在发冷 上帝说我还因为那些香艳的鸟血 满脸通红 下一瞬我脸上的血色就退得干干净净 我在床上浇了很长一段时间 手机屏幕都灭了很久 手机里还在放着大悲咒 他在刚刚根本没有起到我所希望的轻心正气的作用 反而在我看的那些内容的衬托下 显得有些滑稽 而现在 在空旷的卧室里 在一旁的黑暗中 那空灵的范语显得格外悲逆 书上说 中考过后 他爸妈特地请了假带他去旅游 但在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 姜叔重伤 他的父母当场死亡 我不想相信这是真的 但看了这本书前面的内容 发现他所了写的 我14岁之前的事 可以说是分毫不差 所以我不得不承认 这大概是真的 这确实是很大很大的打击 年仅15岁的少年 一期之间失去父母 整个世界都失去色彩 他被痛苦与自我咽气紧紧缠绕 从而性情大变 作为林鸟 最好的朋友经历了这种事 他肯定也很痛苦 但他知道姜叔更痛苦 他需要很多很多的安慰和陪伴 才能挺过这一关 所以他给了他很多很多的安慰和陪伴 甚至还做出了 我会永远陪着你这类理想化的保证 这样当时处在黑暗之中的姜叔 单方面的认为 他只有林鸟了 他就是唯一的光 一旦他有了这种想法 便希望便渴望 林鸟也只有他 于是便见不得 他对别人笑 他对别人好 我好像知道了悲剧的根源 那让我一直恐慌着的未来也可以改变 但我的心情还是很沉重 我一宿没睡 用一个晚上来平复心情 对姜叔的心疼 暂时让我忽视了 他没怎么睡醒 一边懒懒的打着哈欠 一边往外走 看到我的时候 似乎梦了下 我迎上前 把早餐递给他 冲他站开一个笑 可能是我的目光太过诡异 他原本有些心松的双眼 都变得清明了 他有些狐疑的接过早餐 看了眼手中的包子 你没下毒吧 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 我又买了他最喜欢的口味的奶茶 他接过奶茶的时候终于问 你抽风的毛病又犯了 什么毛病 对他不好说我抽风 对他好以说我抽风 哎 男人真难伺候 我不抽风了 我看着他 我以后都不抽风了 别 他喝了一口奶茶 露出满足的神情 弯了眼角 如果你一抽风 就给我买奶茶的话 我希望你天天抽风 我 你在想屁吃 一切似乎都回归了正轨 我和姜叔重新开始一起上下学 重新开始在饭桌上抢肉吃 他过15岁生日之前 我问他想要什么礼物 他看着前方想了很久 似乎想了很多很多种东西 纠结着不知道该说哪一个 我越看越觉得他想狠狠载我一次 已经做好了肉疼的准备 可最后他说 我只要 你以后别再总是甩开我的手就好 他看着我 笑着看着我 我却觉得内眼眸中 那笑中都犯这些尸气 怎么说呢 我宁愿他偏见宰我 也不愿看到他这副神情 好吧 我之前真的是个混蛋 中考结束 我和姜叔不出意外 考上市里最好的高中 两家人聚在一起庆祝 甚至大人们把酒言欢 我把姜叔拉到一边 这个暑假你有什么打算 四十一位终于结束了苦哈哈的学习生活 姜叔此时乐得不行 好看的眉眼里就是笑语 我爸妈还说要带我去旅游呢 我深吸一口气 玩 肯定是要玩的 但假期可不能全用来玩了 我语重心尝道 你以为中考结束就是真的结束了吗 那只是个开始 高中竞争那么激烈 你要是不知道提早努力 姜叔眼中的笑语逐渐被迷惑所取代 之后不知道又想起了什么 又笑了 甚至还笑出了声 我停下了我的长篇大论 你笑什么 你刚刚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吗 嗨嗨 不是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努力止住了笑 看着我 魔人 我觉得你挺有考清北的潜质的 所以我最近看了个准高一补习班 很适合你 不 他立刻打断我 是很适合你 不是我 我道 很适合我们 姜叔 林鸟 你做个人吧 我努力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大哥 求你陪我去上吧 他不为所动 为什么一定要我陪你 没有你我怕我坚持不了十天 那就别坚持了 躺家里看手机不香吗 我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 然后我误了 我道 你陪我 我承包你一个月的饮料 他果然笑了 就一个月 喝 男人 整个暑假 嗯 他收起笑 醋眉 好像还不是很满意 我咬了咬牙 很心道 一年 他叹了一口气 刚想说话 我恨恨打断 你不要太过分 然后他又笑了 其实我刚想说 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好了 你还勉为其难 我一脸忧愁 你知道为了这一年的饮料 我得付出多少吗 这有什么 大不了 我下一年再请回来 哦 那没事了 家长们听了我俩的计划 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还连连夸赞我们俩有志气 高兴得又多干了几杯酒 于是我们就要开始上午补习班 下午写补习班作业的快乐 暑假生活了 第一天上补习班 坐公交车 姜叔怀里抱着书包 偏头看着外面的景象 眼帘微微垂着 不知道在想什么 神情还拆了点卷带 我坐在他旁边 手里拿着一本单词书背单词 背着背着 我突然感觉又尖一尘 姜叔把脑袋枕在了我肩上 细感的发丝 擦过我的侧颈和耳垂 我瞬间觉得 手里的单词书都要拿不稳了 他却毫无所觉般 视线落到我的单词书上 慢悠悠扫一遍 声音拖得很是低懒 啊 这一页我都背过了 那你还把脑袋处在这儿干啥 再巩固一遍 你这个行为是不是不太对劲 我不禁门心自问 他以前有这样过吗 哦有啊 那没事了 按我现在的思维 以前有过 那就很对劲 觉得不对劲的我 才是不对劲 我忍着异样 用惯常的语气说道 你竟然背着我偷偷学习 结果半天没有回应 我偏头一看 这人竟然已经靠在我肩上睡着了 哦 这完蛋玩意儿 我严重怀疑他是不是又熬夜打游戏了 我看着他额前的碎发 鲜密的睫毛 清敏的嘴唇 竟然觉得睡着的他乖巧的不行 更别提他还抱着书包 看着让人满想 欺负的 我却甚至想伸出罪恶的手 捏住他的鼻子 看他皱着眉醒过来 那一瞬间猛然的样子 我在想什么 这是善良正直的 我该想的内容吗 我顿时正经未作 抓好手中的书继续被单词 然而我却一个单词都看不进去 挣扎一段时间后 我低头去叫他的名字 叫了几声后 他醒了 缓缓掀起一些眼帘 声音又轻又哑 到站了 我回了一句 还没 他哦一声 又闭上眼睡了过去 甚至脑袋还在我肩上蹭了蹭 我一脸黑人问号 伸手轻轻推了推他的脑袋 你昨天又熬夜打游戏了 结果我越推他越来劲 整个上半身都想往我身上倒 我没有 他已掉委屈 声音却散漫 你冤了我 我懒得跟他掰着他 打没打游戏 正色道 熬夜被身体不好 你以后不准再这样了 嗯 不这样了 他又想把脑袋往我肩上考 你别动 让我再睡一会儿 合着我就是人心靠准呗 这次上补习班 江叔坐在了我旁边 继小学三年级之后 我们终于又成了同桌 想起高中分班 名单上我和他又不在一个班 我不禁叹了口气 江叔语文不好 尤其是作文 写的跟长篇笑话似的 在初中的时候还被广为传送 相反 我语文就挺好 写的作文在另一种意义上 被广为传送 我初一就开始给他补语文 结果补着补着 我语文成了全年级第一 他的作文也成了全年级的传说 我时常怀疑 是不是我不行 明明他给我补了数学后 我数学成绩蹭蹭地往上涨 但他的语文似乎还在原地踏步 唯一的进步 就是他写笑话的文笔更好了 笑点也更多了 补习班老师也是对他的作文深感棘手 又发现身为他同桌的我作文写得不错 于是拜托我帮帮他 老师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我帮了三年了 你知道我这三年事怎么过 哦 不好意思跑题了 课间 江叔笑眯眯地侧过身子 一只胳膊往桌子上一撑 拖着腮看我 来吧 林老师 帮帮我 我颓废地往桌子上一趴 我等凡夫俗子 教不了您这等神仙 他也顺势趴在桌子上 偏着头 一双眼睛直直对上我的 含着笑语说 为人师表 你怎么能轻易放弃你的学生 我想了想说到 我跟你说过的吗 这作文呢 不能太过写实 有些地方要虚一点你知道吧 他似乎很疑惑 我写得不够虚 我叹气 人家是虚的有美感 你是虚的有喜感 他好像很不满 那你给我展示展示 什么叫虚的有美感 我趴在桌子上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我给你展示过很多遍了 他只起身子来 不管 你再给我展示一遍 我思虑片刻 看着他的眼睛道 你的眼睛很好看 他愣了愣 怎么个好看法 里面好像有山川 有河流 有日月朗罩 有星河流转 我突然想出了这样一句 很具有幻想色彩的话 听得确实挺离谱 但我看着他的眼睛时 却觉得此言确实非虚 世间一切美好 皆藏于少年眼中 可惜这少年是个沙雕 姜叔沉默了半场 你确定这是美感而不是习感 我的文艺少女范儿 瞬间被他一句话破坏得干干净净 怎么就不是美感了 我皱着没看他 就是感觉挺离谱的 你是怎么看出来这么多东西的 他凑近 很是认真的看着我 我的眼里明明只有你 我呼吸一致 心跳都快了几分 我的小心脏 你别瞎跳 我直起身子正经微作 要是你实在get不到 就干脆怎么吃谱 怎么来算了 忽略后面那些 只看你的眼睛很好看的一句 他点点头 不过我就只有眼睛好看吗 我愣了一下 你哪里都好看 他笑一声 那照你的逻辑 我眼中有什么山川河流 所以我的眼睛很好看 我本人包括我的眼睛 所以我本人更好看 那你现在看着我 眼中有我 你岂不是比我还好看 你他喵真是个逻辑鬼才 暑假已经过去大半 我把江叔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成功哄了他父母完全歇了 带他去旅游的心思 完美 非常完美 江叔肯定完全不会向病交发展了 我也解决了一大心事 我整个人都轻松快乐了 甚至还拉着江叔去看电影 挑了半天 我选了一部海报和名字 看着就很积极向上的壁志电影 看了一会儿 我叹了一口气 原来这其实是一部 披着荔枝外皮的狗血爱情电影 但挨不住男女主演颜值高 所以我看得还算津津有味 江叔确实歪着身子 靠在座椅上 几乎喝一口奶茶 就吐槽一句 自顾自说了半天后 见我仍直愣愣地盯着屏幕 他往我这边凑近了血 你理一下我行不行 我终于看了他一眼 气氛正好呢 你看完再吐槽行不行 他狠狠满地哼了一声 你再不理我 我就要睡着了 他把下巴搁在我肩上 这电影真的很无聊啊 你看他还不如 我眼睁睁看着男女主人公 马上就要亲上了 立刻打断了他 等等 你先别说话 他确实住了嘴 我正要露出一个放心的笑容 下一秒就感觉一只手 附住了我的双眼 脸上温热的触感 和突如其来的黑暗 让我闷了一下 下意识向他的方向偏头 你干啥 纵然看不见 我得也能感受到 他是笑着的 不能看 少而不宜 你仿佛在对我笑 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我连自己的小黄文都看过 哦天呐 我想什么不好 为什么要想起小黄文来 我突然就僵住了 脑海里不由自主地 闪现过一些不可描述的文字 为什么 为什么我明明 只草草看过一遍记忆 却如此清晰 为什么我被一里单词的时候 不这样过目不忘 我强忍着异样反问 凭啥你能看我不能 我没看 我在看你 他这么一说 我瞬间感觉他的视线 如有实质一般 从他的呼吸一起紧紧缠绕着我 惹得我整个人都不对劲了 连被他手复住的眼睫毛 都在官奋的颤动 人家只是随口说一句而已啊 小心脏你又在瞎跳什么呀 江坐片刻后 我终于把江叔的手从我眼上拉开 他收回手 倒是有些诧异的挑眉 你竟然还真的不看了 我还以为你会低时间 把我的手扒开呢 我扬作淡定 因为我突然发现 你说的对 这电影真没什么好看的 先不看了 我去趟卫生间先 虽然我落花而逃的样子 真的很狼狈 但至少我果断 抛起一部垃圾电影 及时止损的样子 也真的很亮才 我不对劲 为什么我有时候看到他脑子里 就是些不可描述的文字 搞得我自己好像个老色屁一样 变态竟是我自己 走在回家的路上 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默默地将视线 落到一旁的江叔身上 他正开着远处夜幕 眼眸中映出焦叠的霓虹灯光 神色淡淡不变情绪 我在心底叹一口气 别开眼 如此反复几次后 他转到我面前 俯身对上我的眼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看我很诡异 我说道 有什么诡异的 我看你急眼怎么了 他端向我扮上 绝对有问题 我叹了一口气 变不改色的扯谎 好吧 其实是你最近又变帅了 我不想相信这个事实 他似乎不是很相信 真的是这样 我又叹了一口气 好吧 其实我想问 你以后想做什么呀 大概是惊诧 与我的话题跳跃得这么快 他愣了一下 随后说 啊 我还没想好 刚刚我突然想起 在原本的未来里 姜叔之后会成为一名医生 在一篇专注搞黄色的小说里 会专门提到主角的职业 那必定不简单 于是在小黄文里 身为一名医生的姜叔 知晓什么药物 可以让人无力反抗 让人摆布 甚至顺从迎合主动所求 也因为对人体的了解 他知道怎样让一个人欲罢 不能溃不成军 呵呵 真挺会玩 这不是重点 对 重点是当医生太难了 也太累了 姜叔还是换个职业比较好 你怎么还没想好 你想想 自己平常对什么感兴趣 他思考了一下 打游戏 我也思考了一下 那你可以当个游戏主播 我开玩笑呢 你怎么还当真了 他微微笑了笑 我记得我小时候 在做文理写的梦想是 我想当个医生 好吧 他还挺从一而终 小时候写的梦想 大多数都是些当警察 当医生当老师什么的 实际上是因为这些职业比较好写 这些小孩子长大后 真正实现了 刚初所写梦想的 根本没几个 没想到姜叔竟然算一个 我很重肯地提出一点 医生挺不错的 就是有点难 有点辛苦 还有点忙 那你觉得我该做什么 他问 啊 这 突然问我 我临时也不知道该说哪个 于是我微笑道 我相信你做什么都能做好 机智如我 姜叔文言很势飘飘然 那你将来想做什么 我想了想 做个记者吧 我想去采访形形色色的人 记录很多人很多人的心声 并用自己的文字和语言 来让人们更加认识和了解这个社会 他看了我很久 眼里似乎盛满了光 让我一时有些恍神 最后 他笑着说 那我们一起加油吧 林苗同学 经过了整整一个暑假的 补习班学习生活 我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飘飘然就踏进了高中的校园 是的 我还是有个学生梦 有一天我正在成为学生的道路上 奋斗着 班里的几个小姐妹 突然跑过来 要挖我去看篮球 于是我拿了一本单词书 跟他们一起趴到了栏杆上 我背着单词 偶尔附和几句他们的话 林苗 突然有个女生走到我身边 似乎有些惊讶地叫我一声 我一抬头 发现也是同班的人 打了声招呼 他问我 你怎么不下去看啊 确实下面看得更清楚一些 有很多人围着篮球场 时不时爆发出一句欢呼 氛围很是沸腾 但下面的温度也很是沸腾 况且 我根本不是来看篮球赛的好吧 我回到 下面好热的呀 他看着我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疑惑地看着他 怎么了 他凑到我耳边小声说 可是你男朋友 不是在下面打球吗 我 嗯 我的小姐妹们 嗯 为什么你们反应比我还大 不是这么小声 你们是怎么听到的 姐妹一 你有男朋友 姐妹二 你竟然有男朋友 姐妹三 你什么时候有的男朋友 我不是我没有你们不要乱说 所以这个小声 你们到底是怎么听到的 我震惊地看着那个女生 姐妹 什么情况 我哪来的男朋友 好家伙 开学才两个月 我就已经有绯闻了 他指了指下面一个人 就那个穿着白色球服的 他不是吗 我顺着将视线投过去 是江叔啊 那没事了 我俩的绯闻 可是从小传到大的 不对 有事 姐妹一 吓死我了 还好果然是江叔 姐妹二 我就知道是他 零秒还不承认 姐妹三 看吧 现在都不止我们这么觉得了 我很无力地说道 我们真的只是好朋友 至少暂时是这样好吧 姐妹一 这什么扎你言论 姐妹二 亲 乖孩子 千万不要做海王哦 姐妹三 小了 格局小了 他肯定是怕被抓早恋 才这么说的 自从开学军训的时候 江叔在休息时间经常来找我玩 他们就开始了 后来发现 我们俩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后 他们就更嗨了 我直接一脸正气的怒斥他们 我像是会早恋的人吗 我眼里明明只有学习 姐妹一 像 怎么不像 姐妹二 没有人说过你长了一张初恋脸吗 姐妹三 学习只是你的大宝贝 你不得再有个小宝贝吗 说不过 真的说不过 我以义敌三 已经跟他们斗争了两个月 但效果甚微 后来我明白了 他们其实不是很在意 我俩真正是怎样 他们只是想磕 CP而已 或怕 或怕 高以上学期结束 寒假到来 新年的时候 我去江苏家阳台上等着看烟花 然后他把一个很大的毛毛玩偶塞到怀里 新年礼物 我被塞了个满怀 正受宠若惊 就又听他说道 我有礼物吗 啊 这 咱俩之前也没有约定过新年还送什么礼物啊 不就只是把对方包的奇奇怪怪的饺子吃完而已吗 我眨了眨眼 嗯 你之前也没说过要准备好像 他看着远处黑色的天幕 有几颗零散的星星印在他眼中 他抿了下唇 那我现在可以咬个吗 我抱着玩偶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天空 开玩笑道 你不会想要天上的星星吧 他笑了 摇摇头 我不要星星 我也站出了笑来 那你想要什么 他动了动唇 我 天空突然炸出个烟花来 绚乱璀璨 将夜空映得如同白昼般 一瞬间周遭似乎变得特别吵 又似乎变得特别安静 我突然感觉有些笑不出来了 烟花还没放多久 我就失去了再看的兴致 我扯着江苏的袖子 把他拉到客厅内 抱着玩偶坐在沙发上 抬头看他 你刚刚说你想要什么来着 他看着我 哦 我妈生日快到了 我想亲手给他做顿饭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他面色如常 语气再自然不过 可是他骗人 他以为刚刚我没有听到 但是我听到了 他说 我想要以后能继续叫你描描 我听到这句话时 感觉有些难过 不自主地想起那天晚上在小河边 他红着眼睛 明明很难受 却还是为我主想的样子 甚至还想起了 在书中那个很天执很扭曲 却又很不幸很可怜的江叔 他站在阳台边上 身后是绚烂战开的万千烟火 身前是客厅温馨暖黄的灯光 可是他站在那里 在我看来 却显得那么低落 我把怀里的玩偶放在一旁 起身拉着他一起坐下 阿叔 他正正地看着我 你好像有一段时间没这么叫过我了 那段时间不算 我认真的看着他 那段时间我犯了一些错 伤害了一个重要的人 我现在想真诚地去弥补那些过错 不知道那人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我握住他的手 阿叔 你愿意吗 我感觉到他的眼神瞬间软了下来 喊着一些期许的光 渺渺 我以后可以继续这么叫你吗 我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当然啦 咱们现在就去研究你 给你妈妈做些什么菜 然而 上一刻温情 下一刻悲剧 我 虽然是下螺蛳粉的一把好手 但是并不怎么会炒菜 江叔 呵 还不如我 所以锅里的油因为我们的错误操作 而到处飞溅 用来增香提味的葱花 直接被我们炒糊 江叔手一抖 直接倒了小半瓶酱油到锅里 甚至还发现他倒的不是酱油而是醋 最后我们两个在厨房里 遭挖乱叫一顿操作后 搞出了一盘有着神奇气味 连看都不忍直视的黑暗料理 我看着他说道 你妈妈可能会感动的揍你一顿 最后事情 以生日当天 他给他妈妈下一碗长寿面告终 快开学的时候 江叔跟小伙伴约好去打篮球 去之前 他还对我说 他要做篮球场上最亮的仔 结果 打着打着篮球 他把自己的胳膊给整骨折了 于是他成了医院里最亮的仔 天地良心 我真的是很心疼 很同情他的 但一开始的心疼过后 看着他又胳膊上厚厚的石膏和绷带 还有他所拉着眼皮 一脸生无可恋的可怜样 我还是很不厚道的笑了 不仅笑 还笑着假哭 阴阴阴阴 你好惨好可怜 惹得他抬起立个胳膊 毫不留情的捏我的脸 好家伙他再用力一点 我就变成真酷了 江叔他大跟我一样的心态 刚开始挺心疼的 心疼就要过了后就开始数罗他 打篮球打篮球 是你打篮球啊 还是篮球打你啊 你个不省心的 快开学了 给我整这一出 还越数罗越来劲 简直要把江叔的黑历史翻个遍 甚至还露出了 怀念的眼神 江叔默默看着我 眼神里写满了离谱这两个字 我用眼神回他兄弟撑住 最后他爸重重哼一声 等你胳膊完全好之前 我接送你上下学 江叔说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你胳膊都这样了 你咋骑 我可以单手骑 结果江叔叔一巴掌拍在了他的狗头上 得了吧 祖宗 你还嫌不对称 想把另一个胳膊也弄骨折了 这时候我凑到江叔耳边说 我把我自行车后座留给你呀 他偏头看着我 你做梦吧 不可能 随后他哼了一声 我去坐公交车总行了吧 倒不是江叔非跟他爸较劲 主要是他爸爸工作比较忙 经常加班 要是每天接送他很不方便 不行 我不放心 这时候就需要我尼古拉斯里秒站出来了 我自告奋勇道 我陪他一起 保证照顾好他 这本应当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少女 帮助一个身残之间的少年的 感人故事 是的 我是多么的乐于助人 且善解人意 我甚至怕江叔单间背着这么重的书包不舒服 一个人背负了两个沉重的书包 但是有一天早上 我们俩俩走在聚工交站的路上 可能是我没注意 有一小块地链结了兵 或者可能就是倒霉 反正我感觉脚一滑 反应过来时 我已经躺在地上了 江叔吓了一跳 你没事吧 摔疼了没 大冬天 我把自己裹得厚厚的 又因为前后刻背一个书包的原因 是这像个球 所以倒是没感觉出多疼来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被两个沉重的书包拖着 我感觉自己 从地上起来一时有些困难 我沉落片刻 说道 不疼 就是 感觉起不来了 我试着用了下力 果然没起来 江叔不厚道的笑了 是的 你没看错 他笑了 而且没停过 像急了我当初嘲笑他的样子 这就是 风水轮流转吗 别问了 问就是后悔 他一边笑 一边拽着我的手 想把我拉起来 但不知道是他左手没怎么有劲 还是他的力气都用来笑了 拉了半天没成功 所以 在早上六点多钟 急人辽落的街道上 出现了这样一种诡异的景象 我像个憨憨一样倒在地上 怀里还抱着个书包 江叔更像个憨憨一样 在旁边笑不停 这是人性的泯灭 还是道德的沦丧 最后江叔放弃 直接拉我起来了 转而把两个书包 从我身上扒拉下来 扔在一旁 好的 这下也不用他拉了 我自己就爬起来了 我拍了拍羽绒服外套 又捡起来两个书包 拍了拍灰尘 然后我发现 江叔这家伙竟然还在笑 我便无表情地问他 你到底在笑什么 他哈哈笑着说 没什么 有这么好笑吗 哈哈没有 我 我今天在跟你说话 我就是狗 他瞬间不笑了 不是吧 这么狠 我中气十足地哼了一声 踩着我的小靴子 哒哒哒跑远了 上了公交车 我拉上窗帘 靠着窗闭目养神 江叔坐在我旁边 靠什么窗啊 又硬又凉 靠着我 哼 你看我里不理你 渺渺 他叫了我一声 见我还是没反应 你还真不理我了 我尼古拉斯林渺说到做到 我错了 他软了语气 我不该笑你的 哼 现在才知道错 管了 七八爹等下了公交车 我才会原谅你 于是我继续闭目养神 你再不理我 别怪我用刹手锏了 哼 我尼古拉斯林渺会怕你 结果他错到我耳边 一遍又一遍地叫我渺渺 用各种匪夷所思的语气 听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 我怕了 我压低声音道 别叫了 你以为你是猫呢 他乐了 你还说自己是小狗呢 收到我和善的目光 他立刻改口 我错了 我是小狗 哇 尼古拉斯林渺大人 理下我这个可怜的小狗狗吧 我有理有据的怀疑 他下一句就要阴阴了 江叔 你书里的人设已经山崩地裂了 你知道吗 不过我喜欢 高二的时候 文理分班 江叔选了理科 我选了文科 文理科还不在意个教学楼 但这并没有什么影响 反正我们原来也不在意个般微笑 我有个小姐妹 天天从理科楼跑到文科楼 我本以为她是放不下我们这些好朋友 结果她是放不下她科的CP 我可是见到好多文科的小姑娘 来理科楼看江叔的 指不定每天就被拐走了 你还不把人家拿下 这话说的 好像我想就能拿下似的 说实话 我和江叔成天走这么近 在别人看来 确实很像一对 可问题是 我们是青梅竹马 从小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关系 很难分清 对方对你是习惯和依赖 再自信一点 她肯定高考一结束就给我表白 可 我跟她表白也是可以的吗 我不自觉笑起来 你还笑 她很震惊的看着我 随后就又露出一副了无的表情 我懂了 已经拿下了是吧 好家伙 你又懂了 然后她非要拉着我去理科楼逛一圈 你要宣誓主权懂不懂 我这主权还没确定呢 姐妹 咱是不是得按部咒来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走到江叔班级门口的时候 我不禁开始思考这三个问题 为什么我一不小心就走到这里了 要是江叔问我来找她干嘛 我该怎么说 我脑海里冒出了更多的问题 算了 万一江叔根本不在教室里呢 我偷偷从门口往里望一眼 但是很不幸的 一眼就看到了她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 单手撑着下巴 开着窗外 眼眸半合 不知道是不是在打盹 随后她的后桌拍了她的肩膀 好像凑近跟她说了句什么 她打了个哈欠 满脸的不想搭理 却还是懒懒的转过身 偏着头听了会儿后 似是发现了有趣的地方 眼眸中染上了几点零星的笑意 最后直接弯着眼和周围人笑成一团 杨光细碎纷然落在她身上 我看着 只觉得她过分耀眼了 仿佛连光都成了陪衬 美好的让人不敢看 又忍不住偷眼看 怪不得有小姑娘专程跑过来看她 那张脸 那笑起来的模样 我看了那么多年了都还想再看 我突然想起 我的小姐妹还在附近虎视眈眈 行吧 来都来了 那不得把人叫出来说说话 所以我来这儿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想了片刻 我灵机一动 正好有个男生要进教室 我连忙叫住了他 同学 可以帮我叫一下姜叔吗 他停下脚步看着我 你有什么事啊 我找他借本书 多么正当的理由啊 就当我今天阴影书没带 男生听了却皱了下眉 怎么又是来借书的 他似乎有些不耐烦 我们姜叔这儿又不是课本批发市场 好的 我还是太天真 看来这个理由已经被用烂了 算了 溜了溜了 反正也快放学了 马上就能见到姜叔了 看着他没有帮我叫人的意思 为了保住面子 我只好道 那你把书借给我成吗 我英语书真没带 下课我就还给你 他犹豫了一会儿 行吧 我说了一声谢谢 看着他进教室拿书 可目光投进教室里的瞬间 我就看到姜叔偏头 把目光投过来 一眨不眨的看着我 秒秒 他似乎有些惊诧 又有些欢心 你怎么来了 看着他走到我面前 我既觉得开心 又觉得有一丝丝的尴尬 我洋装淡定 我来借书 他理所当然的以为 我是找他借书 你要拿本啊 这时候那个男生拿完了书 正站在门口 有些猛然的看着我们 好的 我更尴尬了 我已经借到了 闻一眼 姜叔看向一旁的男生 挑眉 那个男生也看向他 两个人对视 目光中仿佛都浮现出了问号 场面 有些诡异 我忍着尴尬伸手去见 那个男生手中的英语书 真是谢谢你的同学 姜叔突然伸手拦住我 很轻易的把英语书 从手中抽出来 慢悠悠的拍到那个男生怀里 笑着对他说 谢了兄弟 但他还是借我的吧 还的时候比较方便 那个男生看了看我们 笑意不明的说了声醒 转身回了教室 亏了亏了 我说了两次谢谢呢 姜叔进去给我拿书 回来把书递给我的时候问了句 你认识他 语气很不经意 仿佛就是随口一问 就是不知道心里是不是也这样想 我突然想提一下 我说我就是专程来找他的女性吗 他看起来不信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我装作遗憾的样子 我本来就快要知道了 你还想知道 他语调上扬 听起来挺像质问的 但随后他又换了一副委屈的样子 你都没来专程找过我 呵 我不管 他就是吃醋了 我笑眯眯道 这次不就来了吗 听我说了事情的经过 他才面色稍缓 之后他又问 那以后呢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什么 你以后来找我 啊这 我不至于记性这么差 老是忘带书吧 就连这次 我也不是没带 他看起来很不高兴 你只有借书才会来找我吗 不然我该用什么理由 来观赏你的美貌吗 最后看着他 我醒悟了 要理由干嘛 我想见你 不需要理由 我曾想过 姜叔这长相 不去彰化惹草都可惜了 结果他还真躲彰化惹草去了 还是躲高岭之花 姜叔隔壁班里 有个笑话级别的人物 猎女孩子我见过 各方面都很优越 关键是性格还很好 尽管从小被人 簇拥着长大 却全然没有傲体 很平易近人 然而最近不知道为何 好像看上了姜叔 还很有魄力的 直接告白了 我李克罗的小姐妹 灰色灰色的 跟我说着两人之间的八卦 各种版本都有 听得我危机感蹭蹭的网上涨 我不禁反省自己 我要是早点告白 还有他什么事 好的 人还是不能太过自信 细细一想 姜叔根本没说过他喜欢我 哪怕在我看来 他已经把劳自轩 你写在脸上了 但这也可能是我想当然的错觉 虽然在那本小黄文里 他爱我爱的死去活来 但是吧 也不能排除在书里 他喜欢我可能只是因为 我陪他度过了 那段黑暗的时光而已 飘了 之前果然飘了 其实我大概也不敢直接告诉他 我喜欢他 我真的挺怂的 所以我很佩服那个女生 能有勇气直接告白 我不敢赌 对那个女生来说 姜叔也就是他年少时所遇到过的 一个比较经验的少年而已 他这一生 肯定会遇到过很多经验的人 就连他自己 也经验过别人的时光 就算错过了 像他那样优秀的人 拿得起 也放得下 和我不一样 我放不下 姜叔对我来说不一样 他几乎占据了我目前为止的所有人生 十几年最美好的时光 哪怕有一次失败的可能 我都不敢赌 因为我知道 赌输了 我放不下 我想了半天 终于在放学的时候 鼓起勇气去问姜叔这件事 还得装作很不经意的样子 二叔 听说有个很漂亮的小姐姐 给你告白了 姜叔正买完奶茶回来 他把插好吸管的奶茶 递到我手中 肯是直接的承认了 对啊 看来至少是没有立可答应 不然还有我什么事 我还能在这儿 和他给我买的奶茶 我洋装干定的喝了一口奶茶 有些含糊不清的开口 你说咱俩天天走在一块 别人就没有误会 他顿了一下 他们都以为你说我表妹 好的 再用力一点 手里的奶茶就要被我捏撒了 我又问 那你怎么回复那个女生的 他又顿了一下 我说我考虑考虑 好的 幸亏我有先见之明 先不喝了把奶茶提在手里 不然他已经撒了 你考虑考虑 你还敢考虑考虑 虽然我现在很想出位抱他的狗头 但我的理智提醒我 认为他好朋友 和好兄弟和表妹 且对他没有任何非分之想过 此刻可以激动 但只能是因为对好友可能要脱单 而感到兴奋的激动 我安慰自己 也只是考虑考虑 万一这个考虑有什么玄机呢 于是我表面疑惑 内心很期待地问道 为什么要考虑 他看着我 叹了一口气 我爸爸不让我早恋 我真的想捶抱他的狗头 我该怎么回 那就算了 学习为重 那这会不会演变成得不到的 永远在骚动 姜叔迫于父母压力放弃初恋 后来那女孩却越来越清晰地刻在他心上 成为白月光 不行 这样不行 那就 大胆点兄弟 你藏好一点 他们肯定发现不了 好家伙 那他们不就直接在一起了吗 还有我什么事啊 也不一定 他要是真的喜欢 会在乎他爸妈 让不让他早恋 他要是想瞒着他爸妈 估计最大的隐患就是我了 也不对 他可能不早恋 但也只是不早恋啊 他们会不会已经约定好了 高考完就在一起 甚至可能还约定了考同一所大学 一时间 我的想法千回百转 好的 想来想去都没我什么事 渺渺 江叔叫了我一声 你发什么呆呢 我看着他盯着我时认真的沈色 心里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再次把奶茶捧在手里 我再为你思考 思考你该怎么办 也思考我该怎么办 他好像很期待的样子 那你思考出什么来了 我微笑道 我觉得你不能怂 要是我喜欢的人跟我告白 我肯定就跟他在一起了 管什么早恋不早恋 他沉默了一瞬 你有喜欢的人了 好的 被我逮住了 按理来说 他此时应该思考自己的感情问题 而不是我有没有喜欢的人 当然这也不一定 所以我又说道 不瞒你了 呦 谁呀 我仔仔细细地盯着他 然而只能从那双好看的眼睛里 看得好奇 嗯 是我猜错了 我觉得我还能再挣扎一下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 他挑眉 我就不信你能一直藏着 我迟早会知道 好的 看来我得永远藏着了 不行 我还要再挣扎一下 我深吸一口气 其实你现在就有个知道的机会 咱俩都飘一把 你跟人家在一起 我去跟人家表白 他一时不说话了 不光沉沉地看着我 似是在思考 片刻后 他面无表情道 那万一你表白失败 心情不好 报复社会 直接把我的事抖给我爸妈怎么办 这种快把我视为阶级敌人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 完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深感无力 我要是出卖你 天打雷劈 一瞬间 我甚至连其实我根本没有喜欢的人 是为了推你一把 才这么说的这样的说辞都准备好了 他们在一起又怎样 说不定过几天就分了 姜叔看着也没多喜欢他 说不定只是一时被美色索泥惑而已 马德就算这样也很难受啊 我面色很平静 甚至还很坚定 但心里已经开始失二为人 我很抱歉了 姜叔叹了一口气 算了 他说 我愣了下 什么算了 他竟然笑着说 为了防止你被雷劈 我决定牺牲我的爱情 这发展着实是我没想到的 我心里一时百味杂陈 你说的好像是我拆散了你们一样 你没有 姜叔垂着眼往前走 我一开始就拒绝他了 我人都快傻了 那你骗我干啥 你没骗我 他反问 低头凑近 你真有喜欢的人 是的 真有 我看着面前他的脸 还是感觉很无力 犹豫了一下说道 好吧没有 刚刚骗你的 他不明意味地笑 可是我看着 好像有挺多人喜欢你呢 什么时候 难道是在我不知道的 另一个平行世界吗 迄今为止 我也就高一的时候 被告白过的女子 我只好说 有吗 忙着学习没注意过 赶紧立住我的学霸人设 他轻喝一声 你眼里还真的只有学习 我十分神沉到 只有好好学习 我的眼里才有资格 装下更多东西 这就是我 尼古拉斯林鸟 西一代人生导师 所以 江叔低头看着我 你是根本不会早恋了 我被迫一脸看破红尘 男人 只会影响我刷题的速度 那天我还刚刚说 男人会影响我做题的速度 爱情只能让我流泪 学习才能让我快乐 没想到没过几天 我就被迫早恋了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我和江叔正一块 往学校外面走 他背着书包 跟个小学生似的 踩在旁边凸起的鹿岩石上 荡成毒物桥 沿着往前走 我调侃他 你这是在怀念童年吗 其实我在变相说他幼稚 没想到他说 对呀 你还记不记得 小时候我们经常踩在上面走 我走在前面 你还追不上我 怀念就怀念 提我黑意识干嘛 幸亏他还没提更丢人的 有一次 我见他走远了 着急去追 结果直接踩空摔下来了 不过后来 他就不走我前面了 而是在我身后 看着我慢吞吞的往前走 倒是挺难为他的 毕竟他在上面跑得 比我在屏壁上跑得还快 我轻轻扯住他的校服一摆 朝他笑 你现在在跑 看我追不追得上你 江叔也笑了 正想说什么 这时却突然有个声音 喊了下他的名字 这声音真的中气十足 惹得好多人纷纷侧目 江叔闻声下意识向后转 但好像忘了自己 还踩在路岩石上 而且他的衣角 还被我钻在手里 所以下一刻 他就身子一歪 从路岩石上面跌下 直接朝我扑过来 双手抓住我的肩膀 才稳住身形 我被他扑得退后一步 本来就被那个喊声吓了一跳 现在又被他 突然扑到我身上吓了一跳 我默默地看向手心里 他的校服一脚 好家伙 这怎么整得像是我 把他扯到我怀里的 我但凡有这个魄力 好的 我愿理解成是 江叔自己头怀送抱 江叔愣愣地看着我 抓在我肩上的手也没松开 似乎还是有些梦 直到刚才喊他的 那个男生走到我们面前 又叫了他一声 他好像才回过神 那男生对面前的场景 似乎有些压抑 看了看我 又看向江叔问 这位同学是 在下尼古拉斯林苗 请多指教 好吧 并没有问我 向江叔介绍我的时候 能抱说的牛逼一点 结果回过神的江叔 不仅又松开我 反而将右手绕过我的后背 直接勾住了我的肩膀 他冲当男生微笑道 林苗 我女朋友 好的 确实很牛逼 不过你搂女朋友 为什么要用搂兄弟的姿势 还有什么时候 到底是什么时候 难不成真的存在 什么平行世界吗 我震惊地看着他 他看着我的眼神 把我搂得更紧了 手上的力道 似乎在暗示着我什么 我只好表面笑嘻嘻 内心很猛逼地配合他 等告别了男人 我才问 什么情况 江叔松开我 路光落在我脖梗处 帮我理了理笑服外套的领子 他说 上次听了你的话 我仔细地想了想 我们确实应该先好好学习 我欣慰地看着他 不错 你很有觉悟 虽说如此 但这跟你刚刚的行为 有什么关系 他接着又说 但是呢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我才17岁 就感觉有好多人 对我有想法 还有好多人想跟我介绍对象 上次我得知 你那么清心寡欲 眼里还只有学习 我就有了一个绝妙的想法 我 意思就是 我假装你女朋友 帮你挡桃花 让你安心学习 江叔点了点头 怪不得 怪不得这么关心 我有没有喜欢的人 会不会早恋 感情是在这儿等着我呢 估计是我面色有些不佳 他抿了抿唇 有些紧张地问 你不愿意吗 我摇了摇头 我就是 有一瞬间 感觉好像是 表面上我得到了爱情 实际上却失去了爱情 我靠 太虐了吧 江叔的唇 好像抿得更紧了 当然不会让你白帮我 你以后想要什么东西 我都尽量坐到你面前 这种话 真是引人误会啊 以后是指到什么时候 想要什么都可以吗 那 二叔 我想要你 一辈子的期限 你会坐在我面前吗 算了 说出来会吓到他的吧 再说 还有个尽量呢 好家伙 这个尽量才是真绝妙啊 冷静 我还有希望 占着名分 也享受着所谓经济上的待遇 还一起上下学 除了没有亲亲抱抱拉小手 貌似和真正的男女朋友 也没有什么区别 再乐观一点 江叔肯定是看不出来 我喜不喜欢他 但实际上我喜欢他 我也不确定 他是不是喜欢我 所以实际上 他也可能喜欢我 我看得随着我的 沉默似乎越来越关的江叔 越发肯定 我露出一丝丝笑意 听得好像挺划算的 他文言正了一瞬 随后售我眨眨眼 挑起一个笑 帮我吗 求你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滤镜 我总感觉他这是在撒娇 我露出更深的笑意 是的 我们是有一个 可 我们是在谈恋爱 姐妹一 妈妈我磕到真的了 姐妹二 我就知道 我磕CP的眼光从来不会错 姐妹三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直接好家伙 然后我才后知后觉想起一个问题 我看着非要拉着我逛商店的江叔 你知不知道你在学校挺出名的 还好吧 他故作谦虚 拿着一对手环凑到我面前 秒秒 你觉得这个好看吗 我看了一眼 黑白的配色 样式不错 直接copy了他刚才的话 还好吧 紧接着我又继续刚刚的问题 那你知不知道 我在老师们那里也挺出名的 他看着我笑 嗯 秒秒很优秀 可 怪不好意思的 我笑了一瞬又立刻正色道 咱俩早恋的事 好像也挺出名的 所以我感觉 我们快要被请到办公室喝茶了 没事 他好像并不是很担心 其实这种事情 他们不敢管得太狠的 太狠了反而会出问题 他又拿了另外一种样式的手环 这个呢 你觉得怎么样 我看着这手环又是一双 这怎么都是两个 两只手一边带一个 会不会有些奇怪 江叔用一种关爱的目光看着我 秒秒 这是情侣款 啊 这 你这样就显得我很憨 我怎么可能想到你会买情侣款 最后 江叔买了一开始那款黑白色的 他给我把手环带好 看着我的手腕 片刻后笑道 去办公室喝茶的时候就带着这个 小伙子 你很有 果然 没过几天 我们就被请去喝茶了 看见那严肃的架势 我凑到江叔耳边巧声道 要不咱说实话吧 他笑着轻声回我 那你试试 下一秒就有老师不满的训斥 都到办公室了 还腻腻歪歪 啊 这 我站直身子 其实 我把事情说了出来 然而并没有人相信 林苗啊 别把老师们当傻子 你们俩手上还带着情侣手环呢 啊 这 我轻咳一声 目光投向江叔 示意他说句话 江叔思考片刻 点出 老师找我和他谈话 其实就是担心早恋的危害 可是老师 我没觉得有什么危害啊 他容色纯凉 目光惩治 老师们可能不知道 我和林苗从小一块长大 这么多年一直都在一起 我一直看着他 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别人了 首先 运用夸张手法 再配合坚定的眼神 直接表明自己爱意的坚不可摧 他从小就特别喜欢学习 也特别努力 我为了跟上他的脚步 不得不也努力学习 要不是因为他多错我帮助我 我可能根本考不上这所高中 其次 再次运用夸张手法 表明自己反而因为追逐爱情 而不断进步 而且他根本不会分散精力啊 我每天一看到 他就感觉很开心 学习的压力都减轻了 精神抖擞 感觉自己都能多做好多道题 好的 他又运用了夸 感觉这已经不是夸张了 是无中生有 但这不妨碍我弹入 并在内心狂笑 最后 他说 而且我们相处这么久了 在成年之前会很有分寸的 平时也就拉拉手抱一抱而已嘛 哦 那你什么时候跟我拉拉手抱一抱 可 说实话 要是我是老师我都被他感动了 可惜老师们什么大风大落没见过 任凭江叔说的天花乱坠 最后我们还是没有逃过被叫家长的命运 商讨一番后 我们决定走一步看一步 大不了说实话 晚上吃过晚饭后 看着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父母 我惊咳一声 那个 爸妈 班主任让你们明天去学校一趟 他们疑惑的转头看我 为什么 你犯啥事了 我道 先说好 你们不可以动手 文言他们对视一眼 接在对方眼里看到了民众 你说吧 我们受得住 我晕了下口水 我早恋了 他们沉默了片刻 然后我妈震惊的 愣一声 我爸直接一掌拍在沙发上 哪个小兔崽子敢给你下手 我 江叔 他们又沉默了片刻 随后一祈祷 哦 那没事了 所以莫名其妙的 我爸妈和江叔他爸妈展开了一场友好的交流 我悄悄问江叔 你也没告诉他们实情 他撑着下巴 看着家长们有说有笑 我看他们好像挺高兴的 我看着他 我看你也挺高兴的 他笑 我看你也是 那是 劫后余生 能不高兴吗 最后家长们慈爱的看着我呀 放心 学校那里 我们帮你们解决 真的是好家伙 成了江叔名义上的女朋友之后 我的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大概也就有 在别人面前 江叔会拉住我的手 除此之外 大概跟以前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这样已经很好了 当务之急一直备战高考 很多事情都可以高考后再说 幸好我们两个的成绩一直都很稳定 一直到高考完 我都觉得没有出什么问题 但考完我还是很忐忑 因为我生怕江叔 直接要跟我来一场表面上的分手 恢复自己的单身身份 不过几天回去 他一直都没有提 可也没跟我表白什么的 我看着打游戏打得正欢的他 悲哀的想 他不会是直接忘了吧 还是默认高考结束我们的关系 同学聚会 所以一直都没来得及说 高考成绩在我18岁生日的前一天出来 结果跟我们预料的差不多 江叔比我高几分 分数虽然上不了青北 但上国内其他顶尖大学还是可以的 江叔看了成绩 对自己的分数没说什么 倒是笑着 夸考的不错 数学超常发挥 然后又窝到我家沙发上打游戏去了 估计是高三一年没碰 实在别坏了 我端着一盘草莓 坐到了他旁边 想问问他一些事 可看他打游戏打得正起劲 决定等会儿 我一边往嘴里塞着草莓 一边含糊地问他 吃不吃 江叔恩了一声 很自然地冲我张开嘴 眼睛还盯着手机屏幕 我拿起一颗草莓 把叶子揪下来 然后看了看手里的草莓和叶子 坏心眼地把叶子塞到他嘴里 他咬下的动作一顿 嘴里咸着一片叶子 偏头看我 挑眉 嗯 我冲他笑 怪我刚才没说清楚 其实我问的是 你吃不吃草莓叶 他也笑 把咸着的叶子送到嘴里 嚼了嚼咽下去 好 你吃草莓 我吃草莓叶 啊 这 你这操作比你游戏里还骚 自愧不如的 我接下来兢兢业业地给他喂草莓 结果一盘草莓都吃完了 他依旧很有镜头地在打游戏 甚至最后看着空盘子问 我还能再吃吗 笑死 一盘子几乎全给他吃了 他什么时候这么喜欢吃草莓了 我很和蔼地问他 你能先不打游戏了吗 他立刻放下了手机 能 啊 这 你怎么老伴套路出牌 那你也不能再吃了 他很可惜的叹了口气 好吧 我抓住机会说道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问我你是否送你什么 他挑起唇角 明天你不就知道了 不是这个 就是 你打算去哪个大学 他愣了愣 思考半晌 回到 A大吧 啊 这 以我的成绩是摸不到A大的门海的 就连将书也只能够到分数不高的专业 我强作镇定 你去A大学什么呀 计算机 他达到 A大的电子信息专业很出名 虽然我的分数不够的专业 但是 A大有转专业的政策 只要通过考试我就能去 这 这也太麻烦了吧 我感觉B大很好 我就打算去 他的计算机专业也挺不错的 B大的计算机一般吧 倒是他们的医学院很厉害 我深吸一口气 你不是说过以后想当医生吗 是说过 将书射得懒腰 但你不是说当医生很累很辛苦吗 这就是搬起砖头砸自己的脚吗 后悔 就是后悔 好家伙 我本来想试这句话题表白的 结果给我整个这 所以真的是默认高考完 我们的关系就自动解除了 要不我不去B大了 选择跟他在一座城市的大学 那岂不是太明显了 仿佛就是在变相告诉他 我喜欢他一样 可他好像 真的不喜欢我 我简直越想越气 越想越难受 你怎么不说话了 将书看着我疑惑道 我没好气道 你还是继续打你的游戏吧 他进来欧了一声 好吧 好吧 我感觉更难受了 灵力以前我有一定点不高兴 他都紧张得不得了 我把目光投向将书 他的面容不如从前置起 也不如从前柔软了 下汗线清晰 棱角分明 看着竟然有些灵力 他低垂着眼看人时 眼中的情绪 有时竟然藏得让人一分 也看不见 他长大了 他的世界也会越来越大的 不可能再把很多的心思分给 今后的人生中 可能根本不重要的人 谢谢 有被叨到 哇呸 瞎想什么呢 我尼古拉斯林了敢说 江叔这家伙长再大 他也是一个沙雕 但这个沙雕可能会离我越来越远 啊 这事实证明 你刀自己的时候 根本停不下来 今天是我生日 等该很高兴 可是身为兽星的我 顶着黑眼圈 一身的颓迷气质 江叔很惊讶地看着我 你这是怎么了 呵呵 我这样是因为谁 你心里没有点鼻数吗 好的他确实没有 我叹了一口气 昨天熬夜看电文 害得我难受了一晚上 他很关心地问 没事吧 我打了个哈欠 没事 缓过来了已经 有的人 表面上说着自己没事 背地里晚上庆祝生日的时候 能灌自己酒 好的 就是我 到最后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醉没醉 说醉了吧 我能清楚地知道我在干什么 说没醉吧 我又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干出那种事 江叔试探般地叫我一声 渺渺 我有些迟钝地转头看他 干嘛 他轻轻捏了捏我的脸 你醉了 先去休息好吗 我皱了皱眉 使劲摇摇头 你 你说好给我的礼物呢 他无奈道 等你明天酒醒了就给你 你现在先乖乖去洗漱 然后睡觉好不好 这语气跟哄小孩似的 那 那本宝宝就不客气了 我抓住他的手 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你把你自己送给我好不好 喝酒壮胆 果然 他反握住我的手 轻轻笑 好 那一瞬间 我的心里仿佛炸开了一万堵烟花 然后我就意识到 我爸妈和他爸妈都在旁边呢 好的 他可能只是说给他们听的 毕竟在他们看来 我和江叔还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我突然就瞄了 抽回自己的手 我去洗漱了 如果是完全清醒的我 恐怕就真的洗完漱 然后愣愣不乐地裹着被子去睡觉了 但喝了酒都我换了睡衣躺在床上 睁着眼睛 盯了天花板一会儿后 又从床上爬起来了 走到客厅 江叔正在帮忙收拾餐桌 见了我问 怎么不去睡觉 睡不着 那你先坐沙发上看过电视 或者玩货手机 我忙完就去陪你玩 真把我当小孩了 还陪我玩 哼 手机不比你好玩多了 我发誓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但喝了酒后 我的想法好像跟我的行为不整个同步 于是我盘腿坐在沙发上 抬起头一瞬不瞬地看着江叔 直到他收拾完 洗了手走到我面前 坐下 抬起手揉了揉我的脑袋 我愣愣地看着他 可能是我的表情 看起来很实呆滞 他伸出一根指头 在我面前晃了晃 真是急 我没有回答他 因为我觉得他的行为 在把我当个傻子 然而我的沉默 好像真让他觉得我傻了 又指着自己问 你还认得我吗 我顺着他的话道 你谁呀 他笑 我是你男朋友 可那是假的 我说道 我没有男朋友 你有 叫江叔 是个超级无敌大帅哥 好家伙 你真是一点也不谦虚 之后我感觉酒精又上来了 都记不大清 拉着江叔说了些什么宠话 貌似还爆出了很多 以前我买了他干那些事 比如把他非主流 中二十七发的说说 翻出来给他爸妈看 然后一起哈哈大笑 就这么一直扯到了十点 江叔他爸妈早回去了 我爸妈也都上楼睡觉了 江叔很无奈道 十点了 祖宗 我因为酒精还是很嗨 我想唱歌 我凑到他耳边巧声道 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唱歌可好听了 江叔也巧声回我 我也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现在可像个小傻子了 我不满地瞪着他 你才是傻子 随后又想到了什么 思绪好像飘了很远 说道 我不是傻子 你不要不跟我玩 江叔愣了愣 神色温柔地看着我 你想玩什么 我都陪你 真的 我很高兴 那你替我唱歌 然后我又语不成调 胡乱填词地唱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歌 大概是被我的魔音折磨了一个小时 江叔终于受不了了 整个人的眼神看着都可怜了 唱完了吗 去睡觉吧 都差点要加我求求你了 我偏不让他如愿 你不行 这才十一点 他盯着我 熬夜会变丑 我不会变丑的 我是仙女 我凑近他说 再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会飞 他沉默了一瞬 那你飞得我看他 文言我站起身来 跳到了沙发上 低头看他 你看 我飞了 江叔估计是被我的操作震惊了 直愣愣盯着我 半天没缓过神来 我伸手在他眼前挥了挥 阿叔 他终于回过神 站起身来 似乎深吸了一口气 你就只能飞一下 谁说的 我能飞好多下呢 我又在沙发上蹦了蹦 他把手搭在我的双肩 翘起唇脚 你再飞 我又蹦了蹦 结果发现被他压着蹦不起来了 你放开我 不放 我抬手挣了挣 发现挣不开 气呼呼的低头要去咬他的手 他似乎并未察觉到我的意图 也没有躲 我居然不舍得真咬了 挨到他的手也没使劲 反而蹭了他一手背的口水 你不会刚刚想咬我吧 姜叔看了看自己的手背 语气有些怪异 我哼道 是又怎样 不服你也来咬我呀 他定定看我半嗓 那眼神让我感觉 他好像真的要咬我 我不自觉向后退一步 不至于吧 我刚刚也没真的咬你 半嗓 他叹了一口气 随后搭在我肩膀上的手 缓缓下移 拖住我的大腿 他直接把我抱起来 往我房间走 语气有些强硬道 听话 去睡觉 不知道为什么 声音有点雅 我扶着他的双肩 看着他漂亮的眼睛 高挺的鼻梁 还有 他的唇静在咫尺 水润又泛着龟涩 醉意又上涌 让我感觉晕乎乎的 但同时也 纵了心中猛兽 我凑上去吻上他的唇 那一瞬间 我感觉我出息了 后来发生了啥 第二天我躺在床上 深刻的思考这个问题 头还在隐隐作痛 姜叔回吻了我 还是被我吓到 直接把我丢在床上跑吗 我后来好像还哭了 这都是什么糟心事 算了 我亲都亲了 已经豁出去了 事情怎么样都要有个两断 就算姜叔以后躲着我 或者绝交我也认了 我就难受了一阵子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亲到也不算太亏 就是头太疼 想不起来什么感觉了 好的 血亏 我从床上坐起来 揉着太阳穴找我的手机 找了半天才发现 估计昨天洛克厅里了 我正想下床 姜叔推门进来了 我呼吸一致 现在装作什么都不记得 还有救吗 你醒了 他向我走过来 神情没有丝毫一样 还给我递了一杯温水 头还疼吗 我不禁开始怀疑 难道昨天我亲了他只是在做梦 我深吸一口气 接过水喝了几口 还行 不太疼了 他看了我一会儿 你就没有什么想问的吗 我握着水杯的手一紧 哦对 你给我的生日礼物呢 你不是说今天给我吗 他文言说道 看来昨天喝最后的事你都还记得 我把杯子放回去 洋装镇定 有的是记得 有的就不记得了 他笑道 那你亲了我你还记得吗 啊这 这么直白的吗 我于是也很直白道 我摊牌了 我喜欢你 一直对你图谋不轨 昨天是情难自禁 反正都这样了 你就说怎么办吧 不用客气 我愿意对你负责 他笑意更深 双手撑在我耳边 像是把我圈在怀里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做我真正的女朋友 要么让我亲回来 你当我啥 这还用选吗 肯定是第一个呀 不过我要矜持 于是我略微思考片刻说道 那就第一个吧 小傻子 他倾笑一声 抬手把我的本来就乱的头发揉得更乱了 渺渺 你是个成年人了 这种时候应该说 我都要 他的唇附了上来 先是轻咬我的唇瓣 舔是顺吻 随后便撬开牙关 放肆地闯入我的嘴中触探 勾缠着 我的舌尖 原来是这种感觉 心口满胀 每一寸肌肤都在渴望对方的体温 不愿离开 恍惚间 我觉得姜叔昨天好像也这样冷过我 只是比今天更生涩 更急切 更莽撞 渺渺 他松开我的唇 换我的名字 眼底积蓄着浅泉的柔情 我微微喘着气 你 你昨天是不是就亲回来了 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窘色 反而笑道 是啊 你都那么主动了 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他又凑近 捧着我的脸 你要是觉得亏的话 我再让你亲回来 好家伙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一直以为你纯情的很 我又问 那为什么后来我哭了 他想了想 可能是我太用力 愣疼你了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我点点头 我懂了 是你吻气太烂 他冲我眨眨眼 那我们再练练 啊 这 也不是不可以 你还要去A大 我骗你的 他抓住我作乱的手 在我手心捏了捏 又凑到唇边亲了亲 我打算你是让人那天跟你表白的 先给你个惊吓 再给你个惊喜 哦 这狗男人 算了 想起来我之前也让他很伤心 很伤心 我决定不跟他计较了 我扑到他怀里 你是不是早就喜欢我了 他搂住我 唇贴在我耳边 是啊 我惦记你很久了 要不是你说过 不早恋 你早就是我的了 啊 这 要是我早知道他的心思 我也早就抢问他了 那还用等到现在 不过幸好也不晚 我们终究走到一起 不必经历书中的生死离别 不必经历书中的阴暗叙谋 得偿所愿 皆大欢喜 全文完